我们可以去给小程序项目的去做一下版本控制 如果项目这些操作你看不到明白 可以跳过这个视频 然后在您号网上面去可以找一下Git相关的课程 去学习一下为项目去做版本控制的方法 先去创建一个远程仓库 这里我要在Github网站上面去为项目做一个远程的仓库 可以打开Github这个网站 创建一个新的Repository 输入这个仓库的名字 微信appcase 下面再输入一小段描述 然后点一下创建 再打开我们的命令行工具 进入到项目所在的目录 我的项目是在桌面上的微信appcase这个目录的下面 执行一下getinit去初始化一个本地的仓库 然后再创建一个markdown文件 名字是readme.imd 这里我们可以用编辑器打开这个文件 在里面再输入一点内容 微信小程序开发案例 再给项目去找一个 dr.getignore的文件 把它下载到项目的下面 然后再执行一下getadd.ir 添加所有的修改 接着再用一下getcommit去提交一下 然后回到之前我们创建的这个远程仓库的页面 去复制一下这行命令 回到命令行 再执行一下 它可以去给项目去添加一个远程仓库 名字呢叫做origin 地址就是刚才我们创建的这个远程仓库的地址 再把项目push到我们的远程仓库里面 getpushoriginmaster 把本地的master分支 push到远程的origin 反正以后再回到我们创建的这个远程仓库 可以刷新一下 这里呢会出现我们刚才push上来的这个项目 以后你每次对项目做了一些修改呢 都可以去提交一下 然后再把修改push到项目的远程仓库里面 完成每一个视频以后 如果对项目做了修改 我都会去做一次提交 在这个远程仓库里面 你可以浏览到我的项目做的所有的修改 好吗 我不Men 我们更想它的努力